为了行车安全 政府规定从去年7月起出厂的新车款 都要安装胎压监测器 就有企业感念警销以及公务员卫民服务的心 特地捐赠了1000组的设备给彰化县政府 现场卫民股感谢在地企业抛砖引玉松暖 也期望透过这个胎压监测器的安装 能够有效提升行车安全 发挥更大的力量来救护县民 为感谢警察、消防及公务人员卫民服务 再端法人维生电桩交易基金会 特别捐赠1000组胎压监测器与彰化县政府 后续将安装在彰化县政府各级单位公务车及警销车辆上 很感谢我们彰化县本土的企业 维生电桩公司赠送我们他们生产的产品 胎压监测器1000个 那这个市价是6999块 那我们优先安装在我们所有的警车、正方车、下方车 还有救护车 我们为了行车的安全 保护我们同仁 更能够保护我们接受受灾的 救护的我们所有的泄民的安全 所以我们优先将我们下方车还有警车 来安装这个胎压监测器 为县长指出 感谢维生电桩教育基金会 捐赠市价将近台币700万元的1000组 胎压监测器来给彰化县政府 有这么优质的在地企业能够关心社会 回馈社会 它代表县民表示最高的敬意 期盼借由胎压监测器能够提升县府同仁 及警消知性物的行程安全 不仅能够让我们双方县 县民生命产品都能够获得保障 那我们也很感谢维生电桩公司 这样的一个善举 双方县有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企业 能够回馈我们社会 那我们双方县政府更希望能够 希望我们能够所有的县民都能够 每一部车辆都能够安装胎压侦测器 这样的话对我们行车安全的提升 会有很大的帮助 财团法人维生电桩教育基金会 并指挥贵社会感念警察 消防及公务人员为民服务 相信透过装备的升级 能够提供驾驶能在车辆行径中 有效掌握轮胎的压力及温度变化 降低因爆胎而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 记者威权张华县采房报道